我们开始进入跆拳道实战教学内容部分 在这部分内容中 我们将学习跆拳道的格斗技术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招自离的技术 这部分内容 那么主要在生活中 在你需要防身 需要你保护自己的时候 那么能够很快的使用出来 制服对手 保护自己 好 下面我们开始学习 好 这个动作是双击手动作 那么在对方 大家看 对方如果说用横踢来击打我 修腹部的时候 我有一个往外格的动作 对方如果横踢我 大家看 踢我 我一个格 这时候对方迅速过来抓我的手臂 准备制服我 来看 他迅速抓我的手臂 我此时呢 不要再往后挣脱 挣脱是没有用的 对方还可以用 用脚来踢打我 这时候我迅速 对方一抓我 我反而借着对方力 迅速用自己的右手 回击 回顶对方的这个 胸腹部 这就出其不意 这时候不要挣脱 蒙顶 顶同时 然后用自己的后手 左手再猛击对方的面 啪 把对方击倒 这就是双肌肉 先顶 后击人 好 那么我学这个动作呢 主要就是把前提和走击 联合在一块 大家看 对方之前或者摆肩击打我 我边向后边往外隔 隔打 同时抓腕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已经前面强调过很多次 如果不抓着对方 你踢对方的时候 对方就很容易跑掉 大家看 他就跑掉了 对吧 这时候你一定要先控制住对方 边控制 边踢鸡 大家看 踢鸡 主要还是踢鸡对方的胆部 那么踢鸡完以后 落脚顺势 不要停 用左肘猛击对方的面部 猛击对方的面部 那么这两次击打 对方就会吃掉 抵抗能力 好 那么我们现在学的是一个反击动作 那么如果说我在前面走的时候 对方出完从后面 大家看 拧住我的手臂 这时候很容易 一般人很容易慌张 这时候拧住自己手臂 这时候不要试图去转身 或者去抵抗 因为这时候 这时候对方在拧手臂 他准备下一步实施 实施进攻你的技术 你此时只要感觉到对方 一拧你手臂 你迅速 重心要降低 来看 降低 用你另外一只手 撑地 然后自己的左腿 迅速登机对方当部 往后 猛灯 后踢对方 那么就能够轻易摆住对方的 来再看一遍 你我 我去手往下 同时用左腿往后提起对方的当部 好 那么我们现在学习这个格斗技术呢 主要有三个部分来组成 大家看对方百先击打我 我有个外格动 刷腕 同时格挡 刷腕 有个踢 为什么要有个踢动作 主要就是引起对方这个 一个是一招能够制服对方 再一个就是引起对方的这个注意 他这个注意力就在下面 大家看 踢完以后 指下 然后马上打上 用右手击打对方面部 此时如果说没有没有击打对方 大家对方往后撤 大家看 他往后撤 你这时候有一个 因为你这个走机里有一个旋转力 此时候你就不要再回身了 大家看 击完以后一转身迅速用后提 再次踢对方的当部 好 踢对方的当部 我们这是三个动作 如果说打完以后 踢走机制服对方了 那你不需要下一个动作 如果没有 顺势转转 把使用后提